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等数圆周运动的例题 那这几题我们会直接带公式 那如果想要了解公式的由来 请参考上一则影片 等数圆周运动简介 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小球三公斤做等数圆周运动 绕圆的半径是两公尺 周期是四秒 从A转到B是花一秒 请问下列的题目 第一个 从A转到B的角位移量值是多少 弧度 RAD是弧度的意思 那弧度就是弧长处于半径 那从A转到B 它的弧长就是四分之一个圆 就是四分之一乘上 弧长 四分之一个2πR R是半径2 那再除上半径2 好所以 第一小题答案就是 π 二分之π 然后第二小题角速度 角速度的定义就是 底下有写 它就是角位移除以时间 角移除以时间 就是角速度 那第二小题 从A到B的角位移是2分之π 那时间是一秒 所以是2分之π 好这个就是第二小题 好然后第三小题的话 它问题是频率 它频率是周期的导数 我们接下来的写在底下 频率就是周期的导数 那所以 周期是4秒 所以频率就是四分之一赫兹 好最后速率 速率它可以有两种表示法 V等于2π乘以半径 再去除上周期 那就会是 也可以表示成 Omega乘以R 或是R Omega 原因就是因为 t分之2π t分之2π就是Omega t分之2π就是Omega 就是角速度 所以第四题的话 我们也写在上面 它就是半径2 乘上角速度2分之π 所以是π 再来第五题 从A到B的平均加速度 好那第五题的话 就比较不能带公式 我们写在这里好了 第五题的话 从A到B的平均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会需要用到 速度的变化 那B点速度是沿着切线 A点速度也是沿着切线 好那这两个速度呢 我们把它做平移 我们平移之后 把它的头起点相连 然后用VB-VA 因为从A转到B 它VA是初速 VB是末速 那向量的减法 VB-VA就等于VB加上-VA 或是-VA加VB 所以它的 它的速度变化 就是这一段 写一下向量符号 好那因为它是等数研究运动 所以VAVB的大小是一样的 那它又是直角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是 根号二倍的V 它的大小 会等于根号二倍的V 那V刚刚有算出来 就是π 所以我们的 平均加速度 就会是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就会是根号二V 除以一秒 那就会是根号二π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 根号二π 好那接下来第六题 向心加速度 这里我们就要 直接带公式 向心加速度 就是VΩ 那所以V算出来是π 那Ω算出来是 二分之π 所以向心加速度就是 二分之π 这个就是公式的由来情 看上一则影片 等加速度运动简介 好那最后呢 向心力的量值 向心力造成向心加速度 向心力FC 等于MAC AC是向心加速度 FC是向心力 所以质量是多少 三公斤 然后向心加速度是二分之π 答案就是 二分之三π 三平方 好谢谢 谢谢